謝謝米恩啦 祝妳上課愉快了 感謝主 小滿我們來啦 下一位突賤妹妹就是小滿 而她的私生活又會如何呢 現在呢 最後一個要完殘的妹妹 不是別人 就是跟王洪恩 非常有淵源的小滿 第二個呢 看她到底 在私底下 是怎麼樣一個生活狀態 她家在這嗎 小金 小金 OK了嗎 接著我們突襲小組 準備要貢獻小滿的駐車啦 我找小滿 怎麼有狗啊 怎麼變那麼大啊 他不會咬了吧 嚇到 嚇到 直接去樹林嗎 不是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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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瘋狂 對他很瘋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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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在 不在那就好犯事了 對 我們直接來觀察小滿的住所 客廳的白色算是很整齊 只不過那個黃金獵犬 也太搶眼了吧 你家這個感覺是非常溫馨耶 對啊 你住在這邊住多久了 兩年 兩年 跟媽媽 跟媽媽 對 兩年 感覺 還滿溫馨的 那你的房間在哪裡 在那邊 我想自己去看一下 看房間比較實在 來來來來 小青你不知道在那邊幹嘛 幹嘛這樣 小青你躲在幹嘛 你狗狗 我要你 狗狗 狗狗 先看一下這什麼玩意兒 你幫我當什麼理龍院是不是 這是我自己做的 喔 DIY嗎 對啊 很厲害耶 對啊 我們喜歡這種 你也覺得DIY喔 對 哇 你房間 怎麼那麼多玩具這類的東西啊 馬上為你獨家大公開 小滿的私密房間 房間的白色看得出 小滿可愛玩具還有飾品喔 在價值上一層層的模型玩具 看得穩著眼花繞亂 應該也花了不少錢吧